今天我要分享一本书 这本书是寻找智慧 从达尔文到芒格 芒格是世界上 数区数二的著名的投资大师 他以巴菲特大弹 管理伯克夏斯 长达 多达50年 OK看了这本书 我首先写到的一点的投资智慧是 芒格告诉我们必须要保持简单 我们只要把大事做好 我们人生中能够避免那些重大错误 我们一相信就能过得很不错 所以极少的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在 要在多大多数时间都有不错的结果 第二点我发现聪明人 也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情 很多聪明人很多糟糕的人只是 是模仿 盲目的模仿 所以 我们模仿过后就 就会觉得很舒服 可是 当我们要读 当我们模仿别人之后 我们会面对很大的风险 第三点我发现 精确 并非绝对的真理 精确是没有意义的 很多人会 陷入 精确性的幻想中 我们 对于数据的迷恋 放错的地方 所以 我们会 理想化那些 营销人员和绩效的数据 会造成莫名的自信感 第四点我们必须要保持独立性 这本书中提到 像 巴菲特所说的 我们不需要问理发师 我们需不需要理发 因为理发师一定会建议我们要理发 其实就是让我们保持独立性 投资的时候必须要有独立性 才会成功 其中 感谢观看